启动打碎机将一片片鞭鱼 磨成粉还有油炸鱼干虾米 香味瞬间扑鼻而来 标榜纯手工炒沙茶酱 在苏丹红风波真的安全吗 其实你只要用到 你只要用到蜡粉就不安全了 就看谁运气好了 全台卷入实案风暴 台中这家沙茶锅业者 近一年来从原料到酱料 不买现成的统统自己磨 业者有信心不会成为下一颗未爆蛋 我们胡椒是用原胡椒下去打的 那我基本上本来就没有用蜡粉 用天然的就是原料 这东西应该是没有问题 来 帮你们上一下沙茶锅 营业时间到老主顾早早就预约来光顾 虽然普罗大众难免心惊惊 但事货老涛依旧吃得津津有味 保持一周来两次 我们个人是没什么影响 因为我们沙茶方面几乎都用他们家的 也是怕会吃到 但是我不会特别去问说用的是哪一个牌子 这一家我知道都是老板自己炒出来的 另外在台中也有火锅店业者选择走出自己的路 舍弃沙茶自制胡麻酱都怕中标 连物料就是很简单 都没有用到胡椒粉连没有用到辣椒粉 另外业者更严选出30种以上天然野菜 像是木耳海王子等吃到饱强打天然排毒 木耳的部分还有我们的那个海王子是客人最喜欢的 我们他们也都是原食材熬煮的 苏丹红事件从胡椒粉辣椒粉到火锅必配的沙茶酱 无一庆免造成人心惶惶 卫生局也呼吁民众若是不慎吃下肚 不必太过担忧 透过运动排汗多吃蔬果多喝水也能加强代谢 明师兄王轩李渡忌台中报道